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林子彤 现在先和大家跟进内地和本国股市中复收市的情况 见到户心300指数中复收市跌2% 中复收保4,004点跌80点 上证中指亦跌超过1.3% 中复收保3,197点跌44点 深正成分指数跌超过2.1% 中复收保1,209点跌225点 创业板指数方面跌30点1,695点 行指方面中复收市报29,841点跌278点 国企指数跌134点 中复收保1,629点 大市半日成交711亿多 这次先和Samuel聊一下 Samuel 你好 先说大市曾经跌超过300点 都是被A股拖累 现在有失守300,000点的关头 后市再向下调整幅度 你看有多大 或者大家应不应该做指数部署的时候 现在这么快就向上买一些看好的部署 现在可能去到这个位置 有机会要小心一点 一来你看到整个市 今天之阴烛都很大 另外你看到股份跌幅都很全面 整个行指成分股里面有46只都跌 同时你看到成交亦都不小 看到半日来说已经有700多亿 你都见到沽压相对来说 其实是比较大 过去来说 昨晚没有什么特别利淡的新闻 影响着股市 反而可能是今早刚刚出到来的CPI数据 虽然你看到大数暂时算是符合预期 但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跟解读美国的CPI的原因一样 都是有机会由一个石油的价格去带动 你说其中你说看里面的那些细数 相对来说的表现就不算是十分之好 如果由一些细数来看的话 比如可能以一个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说 CPI都仍然是有机会以一个猪肉的价格 和一个石油的价格来带动 那么变了你说 那么多样东西来说 那个环比的跌幅都算是几平均下 唯独是只有那个猪价是有机会上升的 那么这件事就跟之前内地 有一些猪瘟和禁运的因素有关 那就令到那个猪价上升了 那么这件事就反映不到 你说整个的居民消费价格有一个平均上升的趋势在这里 那么变了这个数字其实相对来说也不是非常好看的 那么同时你说看了工业方面的PPI 虽然你说见到那个扣进价格的那个增幅 其实是多过 是少过那个的出厂价格的 那么变了其实你说 相对来说以这件事做解读 那么企业来说那个的利润就应该有所增加的 那么因为这件事你说看出厂价格 还比都有回升0.1% 但是你说扣进价格是持平的 那么照道理你说那个支出持平的话 那有机会可以提供那个工业利润 那但是现在事实上也都不是的 因为你说看里面的数字来说 其实最主要带动整个指数的升幅 都仍然是靠着一些石油开彩业 或者是一些石油或者其他燃料这方面的 这些板块去带动 那么变了其实你说那个相对来说的升幅 也都不是说每一个行业都受惠到 那么变了虽然你说整个大数是有得升的 但是其实你说要见到你说整个 经济面有一个turn around 或者有一个转世的情况来说 都仍然未是看到的 那么变了其实说现在市场都仍然是估计 你说中国那个经济呢 暂时都未见到底的 那么变了这个因素就有机会 你说影响到整个市的气氛 就跌下来了 那么变了所以你说暂时来说 现在整个市可能碰到三万点之后 都有机会做回一个震动的一家国为主 尤其是要小心这一支那么大的阴烛 虽然之前也都跟大家提过 有机会可能要等到 未来的那个社用数据 或者看回新增人民币贷款方面 会不会有一些好少少的利好消息 支撑着市场上去 短线来说 都有机会你说可能看回10天线 至20天线中间这些支持位置 可能也都去到二万九千五百点 至二万九千七百点这些位置 如果不跌穿的话 暂时都不会说看得太淡 但这些位置相对来说要小心 就不会在这些位置买入 有机会再回吐多数百点都不定 好了 说完大市部署之后 都讲一讲手机设备股 看到一只顺鱼创了八个月新高之后 今天又倒跌下去 最高上了109.6 现在收市103.3 现在跌4% 看回公布了三月份的出货量数据 又讲一讲最新的数据 还有今天股价先升后跌 有没有一些趁高位出货的意味 的确是有的 因为始终见到今天那支的阴烛 都同样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看回数字来说 都算是有好有不好 比如说以一个手机镜头方面 都算是保持到三月份 一个比较强劲的升幅 跟过去那两个月相比 这件事就很建基于市场之前 炒作这只股份升得这么厉害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靠回 华为接下来会出一只P30的旗舰机去带动 相对来说 里面有机会用一些比较高端的镜头 变成了这一项 其实有机会支持他们自己的平均销售价格 或者相对来说那个模拟率 但是你说看回他们自己本身的 另一个主页方面就是 手机摄像模组 看回大行的报告或者预测 其实都miss了街上的预期多少下 你说今次按年来说 三月份都升到14% 去到二万多三万件左右 虽然你说看回 相比过去那两个月来说 的增幅也算是不错 但是其实已经miss了 街上的预期很多 今次的出货量 你说只有两万多三万件 其实比街上的预期要有四万件来说 相对来说那个差距也算是差了一大截 虽然你说市场 或者公司的计划里面也有解释到 今次这个下跌 主要是他们自己做到一个产品的转型 说的原因 就有机会是 他们可能以前做开的 都是一些双镜头的产品 因为变了未来一些新手机 有机会做是双镜头以上的 比如可能三镜头至四镜头的模组的时候 他们那些工厂暂时的产能 就未负荷到可以做一些这些 这类型的这些产品出来 变了其实有机会 可能他们自己的 在技术上方面 暂时都未是完全 cash up 或者utilize 到 变了未来可能他们需要 多一点的时间 才有机会 可以叫做全面投产 或者是恢复100%的产能 所以变了这一样东西 是有机会 可能他们自己解释 可能是三月份 这个手机摄像模组的 出货量方面 差一个预期那么多 其中一个原因来的 但是你说看回 暂时市场都是不满意的了 因为你说头三个月的 出货量 手机摄像模组方面 头三个月是按年升16% 你说比起他们管理层 之前承诺大家 可能20-25%来说 都仍然是相差一大截的 那变了你说 投资者之前来看回 你说投资者日入面管理层 放了一些那么好的口风 出到来 令到股价升了上来一大阵 那同时 现在那个数字 暂时就未是很见到有惊喜 或者是非常之强劲 所以你说股价 今亦都有一个明显的回吐出到来 那同时你说其他行 对于公司的前景方面 都仍然是有少少的隐忧在 譬如可能说 现在暂时他们最主要的风险 就是你说客户风险太集中了 那他们可能就是说 之前炒的风气都仍然是 顺着最主要可能都是 要依赖着 你说华为自己这些新机 那华为可能就是他们唯一的大客户 那变了可能他们 未来如果华为那些机 买得不好的时候 他这个客户风险 有机会做回一个太集中出到来 那同时你说 现在可能其他的因素来说 你说对于他们出了一些新的好的镜头 对于他们那个的模拟率 有没有改善呢 都仍然是有一个隐忧在的 因为始终可能你说 看回这一类型 譬如可能新的旗舰机里面 有机会有一只前望的镜头 会出到来 那这件事其实相对来说 那个价格就有机会会贵少少 那会变了你说消费者 会不会对于这一样东西 是有少少少受落呢 都仍然是有一个未知之数在 那所以你说要看回 未来你说P30这一只机 出到来那些消费者的反应 好不好 那才决定到你说 未来这一些比较高端的镜头 会不会可以全面落实 在未来的旗舰机那里出回来 那所以这一样东西 现在市场其实都仍然在争拗 那所以你说暂时就不会 好像之前那样一面倒就看好 而且你说看回 现在的股价方面 去到这些过100元以上的位置 其实已经不算真的 那个股值非常吸引 因为你说看回 以它过去的平均股值来说 现在这个PE已经上到 那个平均值的加1的 这个Sandard D的水平 那变了其实相对来说 就真的贵了少少 如果你说要去一个 合理股值水平的价钱 其实起码要回到90元以下 才算是叫做吸引 所以你说去到现在这个阶段 首先要做的 就有机会 可能你看回P30那些手机 出到0 那个效果是怎样 或者那个反应如何 另外就真的要看回 你说股价方面 什么时候才可以去到 一个吸引的水平 到时才会建议做买入 好啊 那也谢谢Samuel 这么详细分析 也要申报一下 Samuel有否持有数数投保股份 有持有的 好啊 谢谢Samuel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回来再见